提到学习机 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 立刻想到的就是高价低配的安卓平板 无论家长还是孩子 往往使用都是三分钟热度 一个阶段学习过后就会丢在角落里吃灰了 但是我们今天视频里的主角可不一样 这台联想的天焦16 真正做到了老少皆宜 甚至让我们一位还在备孕的同事 都说小孩想买 要下手一台 究竟是什么样的学习机 能够让成年人也想带回家学习学习呢? 看完本期视频相信你能找到的答案 天焦16的外观比较小猩猩 整机采用了低饱和度的嫩绿与灰色的结合 看起来虽然很童趣 整机也采用塑料材质 但并没有儿童玩具的廉价感 质感不错 正面的支架上有一个开机键 一旁的触摸按钮可以打开顶制的台灯 一共五档亮度可以调节 亮度不错 无屏闪 颜色也调得比较柔和 而且台灯可以拆卸 可现在不能够无极调节亮度和色温 高度也不能调整 点亮屏幕 可以看到这是一块16英寸 2560×1600分辨率 60Hz刷新率的IPS屏 最大亮度396nit 色域容积105.5%的sRGB 色域覆盖98.6%的sRGB 色温拟合6800K适中 对比度1425比1也不错 色准表现稍差一些 平均Delta E1.76 最大Delta E3.74 在家长可能比较关注的护眼方面 屏幕是全亮度DC调光 通过了低蓝光以及无屏闪的认证 但是对比其他同价位的学习机 联想的这台并没有采用类纸的磨砂屏 而是使用了镜面屏 虽然观感通透 但是反光会严重一些 配置方面 这台电脑并非是常规的安卓学习机 而是使用了11代的i5-1155G7和Windows 11 10nm工艺 4.5GHz最高频率 对比市面上的其他学习机算是鹤立鸡群了 但是作为电脑来考虑的话 4核心8线程的规格放在这个合冬天 确实有些不够看 而23单核心1379分 多核心循环分数 只有第一轮能达到3700以上 之后就只有3600多分 观察运行状态 处理器一开始短暂能达到35W 随后就只能全程稳定在15W了 处理器温度也是相当保守 只有63度左右 内映给到了16G加512GB的配置 而且内存是11代顶格的LPDDR4X 4266MHz 搭配80EU的XE核显 Time Spy得分1243分 FSE1902分 ZubePosition795分 这个性能确实有些雷弱了 但是不妨碍我们可以原神起…… 诶 还不能启动 这可是学习机啊 还没学习呢 机器内置了一套联想的天教学堂软件 里面包含了从小学一年级 一直到高三的学习内容 不同科目和版本的教材也都齐全 都有着丰富的网课视频和训练题目 不同学习阶段内功能也会有区分 例如低年级时会有听写功能 而到了高年级时增加了往年的征题试卷 同时语文也从主科放到了复课的栏目里 不过内容大多数都是直接购买的线程资源 页面里可以直接看到对应的供应商 并没有联想独家的资源 可能你买其他的学习机 打开可以找到一样的内容 而且这些课程资源都需要在线才能使用 导致学习机的使用场景比较受限 机器还提供了拍题功能 没错 在台灯的中央有一个800万像素的摄像头 机内自带了一个指尖翻译软件 识别能力也还行 连友商的名字都可以识别 但识别的准确率和速度有待加强 而且除了这个软件之外 其他的学习功能都无法利用上 例如刚才提到的听写功能 看似提供了在屏幕上写 以及在纸上写的选项 但是在写完之后 却需要家长自己去识别批改 电脑并不提供识别功能 反观市面上其他学习机 大部分都可以自动识别 有些甚至可以批改作文啊 在AI功能重要性日渐上升的今天 在这方面的缺位导致天交十六的体验 一下子就被拉开了 不过以上的这些都只是基础知识 如果想进阶学习一下 应该怎么办呢 打开内置的浏览器 就会发现大部分的网址都被屏蔽了 想要退出系统的话 还需要给绑定的家长手机发验证码 即便从其电脑 想要进入正常的Windows界面 也需要输入密码 这该怎么办呢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啊 封闭的系统也拦不住我们要学习的赤城之心 在学习机系统内 联想也放了一套软件商店 虽然里面的软件都是经过了筛选的 不能直接下载游戏 但是依旧有一些漏网之余 例如我们的经典学习软件百度网盘 下载安装之后 直接就可以在学习系统内打开用 并不会受到限制 而且得益于软件冗杂的设计 我们不仅仅可以在百度网盘里 学习各种网课视频 例如我现在想学习更高阶的元素反应 就可以下载软件商店内提供的微信 登录后只需要随便找个聊天框 输入这一串神秘代码 点击打开 就可以直接调用软件内置的浏览器了 从而规避掉自带浏览器内的网站限制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原神启动 但如果只是能够启动云元神的话 那它还远远称不上不务正业啊 首先 它其实并不是一台普通的一体机 而是可以化身平板电脑的 拿着屏幕就可以直接拔下来 本体并不在底座上 而是在后脑勺 折叠之后可以放屏 展开也可以作为平板支撑 而且无论拆分与否 都支持90度的旋转竖直放置 绿色的包边是可以拆卸的外壳 机器内置有电池 不过容量只有20Wh PCMark10的续航时间只有2小时15分钟 图一乐的水平啊 机器本体重量也不轻 达到了2.2kg 算是儿童健身器材了 机身尾部有一个10G的Type-C 和一个专用的数据接口 底座模式时可以拓展出4A1C C口仅为充电 用于连接95W的Type-C小砖头 两个USB 5G的A口 两个USB 2.0 侧边还有两个C口 其中一个是雷电4接口 可以快速传输学习资料 理论上你还可以用它外接一个雷电显卡屋 合计4A3C甚至还带一个雷电 这学习机的扩展性都可以起点一些游戏本了 而第二个C口同样也是重量级 它居然支持DP信号输入啊 按下旁边的切换按钮 之后就可以在内置的电脑系统和外接的输入信号之间切换 而且这个切换是硬件层面上实现的 所以即便是内置系统不开机也可以外接显示器 我们尝试了Type-C直连以及HDMI转Type-C 均可以实现2.5K 60Hz的完美点亮 它还可以向外提供15W的充电输出 供电脑可能有些费劲啊 但是对手机和平板来说还是挺够用的 在从底座取下平板模式使用时 它依旧支持外接信号输入 同时可以向外给设备充电 实测连接MacBook Pro 14时 可以给Mac提供15W的供电情况下 维持1个小时5分钟的亮屏时间 而如果不向外供电 那可以维持的时间就长很多了 而且在外接设备以后 摄像头和外放全都可以被调用 前置的是500万像素 效果还算凑合 外放则搭载了JBL的4扬声器杜比全景深认证 要知道连今年的Y9000K都只给了双扬声器 果然祖国花朵的待遇和打游戏的就是不一样啊 可惜的是外接时无法启用系统内的Dolby XS调音 音质会有一些下降 这里实测录了一小段 看看内部构造 机器拆机难度不小 而且卡扣实在太多 内部构造看起来有些凌乱 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半部分是电池以及本体的排线连接孔 下半部分角接在本体上 网卡为Intel的AX201支持Wi-Fi 6 实测速度与稳定性如图 硬盘是2242规格的海力士OEM固态 PCIe 3.0×4规格 速度如图 散热模组是单热管单风扇的设计 25度室温下单烤CPU 处理器稳定在15瓦 核心温度65摄氏度 噪音也只有37分倍 很符合学习机的定位 低温与安静 介绍了这么多 此时如果我们转换一下思路 抛开联想赋予它的学习机的属性 把它当作一个桌面的副屏 那立刻就覆盖了非常多的使用场景了 本体支持旋转升降 可以竖过来看文档 还自带一盏护眼灯 一上一下两个摄像头 可以拍人 可以拍桌面 可以做双机位视频录制 主机的性能可以满足办公和简单影音娱乐的同时 还几乎无噪音 4A 3C带雷电接口的扩展性也非常好 本机还可以单独带走 做平板或者便携屏使用 讲到这儿好像 这学习机学习的属性 反而好像成了最累赘的部分 比起给孩子用作学习 倒不如说作为工位上宿舍里的桌面副屏 以及办公机 或者给主播作为解码推流 加上看弹幕的副机 都是不错的选择 要是把配套学习软件的成本挪出来 换上一个高刷屏 感觉很有爆捆的潜力 最后我们照例总结了优趣点个色 请不吝点赞 订林医露 不已震 internet 也可以支持 感觉有饭 是做得很好的 发 Screrson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